官局了 就这么一去 没想到就成了 拿到那套军装的 那个印象就是 就是我终于跟那个红 那个时候还是 对 红领章跟那个冒灰 哎呀太不容易 而且就短袖的长袖的 帅 第一个盒饭 我认为我 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 那个盒饭 你能说说你懂盒饭 下斩饭了 我也听不懂 那个广东的米也白 那个年代 哎菜心 烧鹅 我哪吃过烧鹅 蘸那个甜酸酱 然后一盒白米饭 其实他们说我够够够 我真没够 太好吃了 哎我当时还把那什么 床板木材带去了 因为我爸爸说 也结婚要打家 打家具的板 对我就是那个环境长大的 我们小时候长大 就是几副床板 几根梁子 然后几块三个板 基本上能结婚了 还有个五斗柜 五斗柜 大立柜 床 床头柜 饭桌和四把椅子 OK了 后来又给了一个 13平米还是12平米的小房 一张桌子 这个立柜子 这个爽上床 然后那个门是打不开的 要把门板拆掉 然后把一个五斗柜顶上去 我可以掏东西 然后这个顶一个缝纫机 就没地方了 那就买一个钢丝床 就是父母的床头 这儿到这个开门 还有一段 就是只能把他这儿 得跳上来 连脚都插不进去 每天晚上我父母要上个厕所 那可累了去了 我还得起来在床头搬衣 到过去 等他进来饭就在睡 就是这样 但是心里是愉悦的呀 已经年过四十的城前 尚未结婚生子 一心认真工作的他 对这份职业 有他强硬的态度 同时他也渴望能够尽快地找到 无意义的另一半 你看你主持了 其实挺长时间节目 就十几年的节目 就你有概括过 自己的主持风格 是什么样的吗 我觉得就是在终于节目主持 这一块 这也不如自吹 我觉得我还是那个 就是比较领先的那个 你今天是过得真快啊 没错 你看你今天这身打扮 特别这条丝巾配得非常好 春天到了 有点这个春暖花开的感觉 还抠户着才能 很可爱很可爱 好你说你说 你说话吧 你们这个手拿话筒说话就好 但是我觉得 又改这身上了 你这种剖析 自己剖析的挺准确 但是真的要 走进你内心深处 让你放开来 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这跟今天也有关系 还有你刚才父亲 你父亲叫你说 人的清高 我没有觉得我很清高 但是 但是我有些东西 看不惯可以 究竟是什么 让春天如此纷纷不平 你对未来家庭 他为何又说 想要个孩子 稍后会来 你叫什么 我看不听 你怎么会 看不听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